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获得最高一千万元的捆绑投资 以及相关落地政策 科技政策 服务平台等支持 2010年5月 大赛全球招募正式开始 资本 差场 翅膀 科技创新 组五赛能实现自己的创业问题 一直在努力 谢谢 9个多月的比赛历程 分跨南非两大赛区 1771个项目 历经初选 初赛 复赛 决赛 层层选拔 大浪逃杀 八个项目拖一块钱 他们带着无比的荣耀 走上今晚总决赛的新光台 一起来看一看谁的创业梦想 能够最终得到实现 当然这个答案的诞生 还有赖于我们今天在座的 九位的评委 我们接下来就来一起认识他们 他们是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金海涛 欢迎您 来自于中农科创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李继 欢迎您 今天晚上呢 我们还特别设置了点评人 就坐在我们的左手边了 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他们呢将为我们的事实解读比赛的进程 首先是来自于科学技术部的副部长 张来武部长 欢迎您 面对海边的盐碱地 开辟了一片创业的南海 在盐碱地上 种植出了希望 我没想去 这个赚钱 只是让我们想把这个 在淫书自已呢 能够走出一条路子出来 能拿出一个市场压满出来 面对一直大面积荒废的盐碱滩图 不能得到有效利用 张春莹从心底让她惋惜 一次偶然的机会 让她接触到了北美海棚子 燃起了她改良严谨贪图的梦想 这个生产方式的变革呀 它会对农民的生产生活 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利用棉花水浮育苗技术 一亩地棉花植株 只需六个托盘的水浮棉花苗 这样不仅省地 而且还省时省力 而传统营养波育苗 一千株左右 棉农就得把这一千多斤土 挑到田里 至少要省两个人够 第二个就是什么 它有省力 不需要就是说敲脖子 不需要就是坐脖子 不需要就是去打这个洞 对 对 对 我现在地牙里面 真的较去 什么 蜜 有酒 就 有酒 小田里